整体伺服器的事况有机会在今年上半年落底了 前两个礼拜还记得吗 摩根森迪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说 伺服器在今年整体的产业产值有机会成长13% 明年成长幅度更大了 有机会拉高到29% 所以两个礼拜之前 散热族群当中被这么一喊 旗红拉 双红拉 见准都已经涨了一波 有的是创新高了 但是这几天拉回来 到底是转弱了还是修正呢 冠青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好 说到了高档拉回 我们先解一下 今天好多个股高档拉回 大概有这些 红季 红宝 见击 伟创 安晋 下一张 广达 美食 雄师 麦达特 英叶达 有一些一拉回是直接灌入到跌停的 这些高档拉回 哪一些小心有赚先跑 随意两瓶也先跑 哪一些便行 我想主要是要看公司的一个题材 毕竟我们看到其实第二档这个红宝 红宝为什么礼拜五涨停板 因为红宝第一季财报是 EPS 2.18元 所以这高档拉回更应该买嘛 对不对 2.18元股价才80多块钱 所以这反而是不错的 那另外像红基部分 红基我们直接看2353红基 红基事实上也是一样 这高档应该说前几天是因为这个 应该说一开始 这一个黑K是因为什么 他高层主管换了 结果老板就是陈俊生出来讲说 我们已经落底了 我们要开始涨了 所以涨了这么多跟红K之后 这边再做拉回 其实我觉得都还在可以 合理接受的范围 其实我们刚看这第一页的 这些高档拉回的 刚好选这些股票 我觉得都还不错 这些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啊 安晴是一直涨一直涨 一路涨 涨到终于到今天才拉回 这拉回之后 其实它包括今年 一些什么投票机的一些业务 事实上我觉得都还持续看 你看这股价这么强劲 刚拉回我觉得 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OK 这些拉回 其实幅度也都不大 那第二页呢 第二页拉回的幅度稍微大一点 广达 美食 雄狮 麦达特 英叶达 这些是因为涨多拉回的修正 还是因为没戏了 我觉得也不会说没戏 实际上广达难道可能没戏吗 我说广达一定还有戏 只是说 对 就是刚刚这个大家有提到 其实你何年何月 看过广达涨停板 这个我记得早上看到凯明说什么 他说这是开范围 10%的涨跌幅之后 广达第一次涨停板 所以让你看到一次 也够本了啦 对不对 我会说这拉回可以买 但是我们看到像英叶达 今天就比较神奇 今天是外资大卖 不过应该是短线外资 不过也是因为财报太难看了嘛 那财报太难看的话 你就放心让他修正一下 对不对 你不用急着买 可是如果说真的 有办法回到当初的27块 28块这里的话 我觉得反而也是买点 另外我们看一下1785的一个美食 其实美食我觉得也不错 美食第一季的财报是不错 可是可能你知道我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财报公布之后 他反而出了一个大黑K 但是我想生计股其实少数 应该说少数生计股有赚钱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最后也有看到一个什么 成德4123的成德 事实上成德也是一样 可能所有人都知道 他第一季的EPS赚了 赚了一块多以上吧 知道之后反而这个红K完之后 今天开始出一个高档拉回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种股票 因为第一季财报不错的话 你反而是应该利用拉回 去做买进 好所以刚刚那两张名单 高档拉回原则上都还没有 多半都还不错 OK好那我问 散热今天的拉回 是属于哪一种逻辑 其实刚刚这个祝华有提到 就是那一篇大谋报告 引爆了整个冲上去 因为他说旗宏看到200嘛 对他说见准他不评价 他看到58就见准就涨停板了 对不对 然后只有说双红从这个 应该说从这个Underweight 到Ecoweight 哇全部大涨 其实我说真的 那个报告出来之后 其实大家真的不要追啊 你反倒是这个时候拉回来 我觉得反倒是一个 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今天说 今天是跌的比较重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像投信 今天也卖了这个旗宏跟双红 但是他不是所有散热都卖 等一下跟他做一个分析 那其实整个散热的一个状况 刚刚其实柱豪就有提到了 AI带动的产值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是跟大摩里面 讲到的一样 事实上我们可以留意到 事实上你现在要做AI大语言模型 就是我们看到ChillGPT 这一类的大语言模型叫LLM 它的算力门槛是 1万个灰达A100 然后你要 你一个人说你这个 什么概念 对就是说 你那个每家公司 你如果我打算自己 做个大语言模型 类似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嘛 阿里如果要做啦 对不对 科大训会要做的话 你手上至少要有1万个 灰达A100 不然你做不成 那说真的 整个AI大语言模型呢 其实应该怎么讲 就说A100系列 甚至100系列 A100啦 H100啦 或是所谓的A800 你才做得出来 如果你弄的是比较低级系列的话 你根本不用算了 因为你怎么可能回答问题呢 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 那其实为什么会跟散热 有很大关系 是在于说 因为回答这些GPU啊 它没有任何的散热的设计 对 然后呢 你要放很多GPU在里面的话 就要考验散热厂商的功力 所以你要在这个GPU呢 你说因为说伺服器里面 你要加装散热 但现在又出现一个大状况了 等一下跟大家讲到 这个回答这些CPU 这个真的很夸张 因为算力很强 所以它的功率很大 气冷的散热值 目前最大到多少 300瓦 那PUE只能到1.66 我们所谓指的这个PUE 就是所谓的这个 都没有提到吧 电力的使用效率 就是上面是总用电量 下面是供应IT设备的电量 所以1.6代表什么 我几乎大部分 应该说我三分之一的供电 是供电哪里 那个电扇 对不对 真正供电在这个算力部分 供电在CPU部分 只有一点点 只有三分之一的电扇 所以呢 除了这个300瓦之外 它真的是一个能耗 非常高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 大于300瓦的话 你就要靠水冷 那水冷又分为所谓的 开放回路式跟所谓的静默式 那这种东西多半而言的话 PUE值可以低于1.1 我们现在看第二章的这个 徽达这个 徽达这个它的一个功率 你看到 徽达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其实以前200瓦 150瓦都在做 徽达现在H100 它的这个SXM版 它的一个功率是700瓦 那你看看怎么做 H跟A有什么不一样 比较强啊 A是稍微比H做了一点 其实去年9月份的时候 美国办了一个禁令 说以后H100跟HA100 都不能卖给中国 但现在有宽限一年 所以中国现在拼命在抢 那徽达想说 时间到了 9月快到了 那怎么办 它也推出了所谓的A800 它降低了A100的算力 其实你从这个应该说 从这个应该说 从它的功率上面看得出来 有一点端倪 它降低了一点算力嘛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要用H100的话 最快的方式 这个是700瓦 那PCIe版的部分是什么 350瓦 好像还300瓦跟350瓦 可以勉强可以解热 可是700瓦你怎么解热 你无法解热啦 对不对 A100的这个SXM 这个同样 400瓦 对不对 那你这个PCIe版部分呢 你还勉强可以解热 其实你看到 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 因为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它一定是效率比较大嘛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伺服器 搞到AI伺服器的话 你大概多半的 你都用到这一整块 那你几乎气冷部分 你都解不到热啦 所以你这些还勉强可以用气 勉强可以用 超过的话 这边就一定要用水冷 没有错 所以我们来看回到上一页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嘛 接下来就是水冷的天下 因为水冷 我们刚刚等一下跟他谈到 什么叫开放回路是所 因为叫这个静默事 那福邦投顾 最近也出了一个报告 这报告写得很详尽 如果同学有拿得到的话 可以去看看 他告诉你什么 他那篇报告是写齐鸿吧 他说现在液冷 液冷就是水冷嘛 液冷散热的价格 大概是气冷的五倍以上 五倍 为什么 其实你看到PUE就知道了 你是气冷一大堆在供应电风扇 对不对 那未来三年伺服器散热产值 将持续高速成长 也顺便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水冷比较好用 因为呢 我讲的水的散热效果 其实我去查了一下 水的散热效果是空气的16倍 所以你看到嘛 你改用水冷之后 他马上从1.66降到1.1元 所以降到1.1元 所以这个应该说 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OK好 这个逻辑我们懂了 因为一件AI的大语言的模型 算力的门槛 至少你如果是大语言模型 要一万个挥达的A100 但是呢 挥达的GPU 它是没有散热设计 所以你就要加装散热系统了 气冷式的可以解决 最大的瓦数300瓦 但是如果大于300瓦 我们刚刚看到 要这么高算力的话 恐怕300瓦 最多700瓦 就要用水冷的 难怪现在 一冷散热的价格 是气冷的5倍以上 那我们就看了 有开放式回路的水冷 有所谓的静默式的水冷 两个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长什么样子 第三章有看到长什么样子 这是从技嘉网上 这样找到 其实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技嘉网站上去考 它写的很详尽 当然它有实物上的图 但是我们用比较虚 应该说比较虚 画图方式来讲 这个是技嘉上面的吧 气冷电风扇 我们刚讲的 就装电风扇 哇你只要300瓦以下 电风扇扇一扇 热就不见了 对不对 这所谓的开放式回路的一冷 有人叫做直接水冷 就是你看到 它是透过 你看这水从这边进去 到里面循环完 就跑出来 因为开放回路式 可能就 接下来热水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一个散热的方式 散热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静默式的水冷 就是把整个伺服器 把它进到水里面去 当然这又分为 所谓的单向跟这个 单向跟两向 那单向的话 就是只有水 但是它这个所化的是 所谓的两向式 就是有分为水跟气体 它你想想看 水其实遇到热的话 蒸泡会变气体嘛 那气体呢 遇到冷的话 它又凝结成水 对不对 那现在的状况是说 两向式会比单向式的散热效果更好 不过原则上是这样子 这个散热效果是最差的 这是据于中等 然后这怎么样 这个散热效果是应该是最好的 那所以说现在 其实很多散热厂商 事实上我们所知道 不管是这个提供这个图的技嘉 或者包括什么台达电 或者是有不少生产厂商 其实他们这三种东西都有在做 OK好 那到底你看 因为大摩讲说 在接下来需求会增加 但是到底我们在做的是哪一些 接下来有机会 股价跟产业的爆发力 都有机会的有谁 好的 我今天就跳过台达电 因为台达电什么都会做 台达电真的很厉害 所以同学说长期投资 你就直接买台达电就好 所以我就跳过去了 但是除了台达电之外 还有哪些什么都会做的 我跟大家讲 刚讲到这个图的一个官网上技嘉 而且技嘉官网上 有很多类似这些图 什么都会做是水冷气冷都会做的 台达电还不止啊 我说技嘉 技嘉是水冷气冷都会做 而且技嘉还会做伺服器 那我们跟他讲 其实技嘉你看到 其实他今天跌的原因 不是因为散热不好 今天头信还大买 因为他财报差强人意1.6而已 跟这个他的好朋友 微星怎么比 微星我记得赚2.7吧 微星赚那么多 技嘉赚那么少 所以有人觉得不好 就把它卖下来 可是你要知道 技嘉过去在涨 绝对不是因为板卡 是因为什么 他的子公司叫季刚 跟辉达关系非常密切 业界已经传出来说 这季刚五月份 要帮辉达出一大笔货 他的这个应该说 辉达这个货 其实季刚 懒得非常多下来 我想当然五月份 大家是看看 技嘉有没有营收 是不是如何 我说这样 因为业界传出来的嘛 而且你要知道 其实技嘉 他过去的伺服器 我没有记错的话 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的报告 他伺服器的一个营收占比 是不到20% 大概18%左右 那他今年的目标 希望怎么样 能够上看到25% 所以去看到 其实说真的 今天是股价下跌 没有错 但是你看到投信 他照样跟你买一千多张 我们切一下 今天收135块钱的价位 其实也只有修正 没有错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我看到这些 这些在做散热的网站里面 台大电也是话不少 但是呢 这个技嘉的一个写散热 是写的最详尽的 投资会上去看 因为技嘉目前为止 你不要以为他只做板卡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散热部分 是他 我们刚刚讲到 所谓的单项跟两项 单项事实上比较适合的是什么 是所谓的应该说 电信机台的伺服器 所以它是单项部分 它出给日本的KDDI 其实拉回来是什么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到 因为这一波投信 连买了11天 上一次投信连买的时候 股价是这个样子 这一波仅止于这样 这陡峭度没有上次 我们的这个陡 那这一次拉回来 你觉得空手的投资人 怎么找切入的时间 其实我认为啦 说真的 这边这个话下来 多少 大概135 其实我觉得135元 远下到130元附近 事实上就一个很好的买点 因为假设 如果我们刚讲的 挥达这么好的话 事实上因为这些公司里面 我想跟技嘉 跟技嘉纸公司是最有关系的 我反而认为真的是要比较积极 积极性的去布局 然后再来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 事实上当然齐鸿 双鸿大家都很熟了 事实上这一次大摩是最推齐鸿 他看到200块 那齐鸿今天股价跌很多 为什么 投信在卖 可是不是因为投信在卖它不好 我认为说 你稍微等投信 卖告一段落再去买 对不对 你看齐鸿涨这么多 这比技嘉涨多非常的多 所以你知道合理的修正 事实上我觉得合理修正在哪里 165到170元附近 应该就是好的买点 投信卖 连续卖了多少 连续卖了五个交易日 你就尊重一下投信 那齐鸿说了什么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是法术会的内容 他说 他现在我们刚讲 300瓦以上 这个气冷没办法做 齐鸿说 那是你讲的 他说我们800瓦以下 我们用气冷模组加上我们的3DVC就可以解热了 3DVC就是所谓的3D的均温版 他说你们不能解 我有办法解 你看800瓦是不是全含了 刚刚最高H100是700 对不对 你们做不到我做得到 那事实上也不止如此 像齐鸿本身也有水冷 只是说 现在可能是还在测试期 不过呢 如果让他做的话 我觉得是很厉害 他这些 他说他的3DVC跟气冷模组 他是供应给品牌伺服器 及七大运动业者 而且我们说真的 以这个应该说 我这边目前看到这无党股票里面 应该说伺服器占比最高的 不是技嘉 是齐鸿 我没有记错的话 伺服器去年 他出了27%左右 那刚刚讲了 这技嘉是目标看25% 所以还有一大段距离 对不对 另外一档是什么 双红 今天是跌得非常的惨 那双红事实上 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法说会 董事长叫林玉生 这个常常露面 常常在媒体上看得到 他说呢 今年是一冷散热元年 他有信心拿下 30%到40%的市占率 因为他一冷散热 除了刚刚直接式的散热之外 甚至连晶片类的 这个一冷散热 他都做得到 那你看到其实也是一样 他这边这一波冲上来 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一样 那这边有人 开始有人注意到的时候 事情是什么 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大摩 开始调高平等的时候 你看人家已经 偷偷布局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看投信也很厉害 买那么多 但是今天这根黑K是 土洋法人外资投信 都卖下来 要不要担心 其实我觉得 反倒是要找机会去买 当然我们看到 其实这整理区就是225上下 对不对 我反而认为说225到 应该说225到220附近 这里如果说真的 有如林玉森所提到的 就是董事长所提到的 哇我今年一冷散热元年 我的市占要冲到三成到四成的话 我说真的 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其实投信在买的是 技嘉 立志跟高丽 那其实立志 你看我立志那么便宜 投信为什么在买 因为呢立志 因为立志 他应该怎么讲 立志他今年四月份 营收是相当不错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齐宏的四月份营收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 好像比较差了一点 但是立志四月份营收 开始出现年增了 然后呢 主要呢 你说这个齐宏双红能做 他也都有做啊 他说他有做 水冷板的散热系统 他PUE小于等1.2 然后他也做静默式 静默式小于1.1 所以呢 跟我们刚刚看的 这个1.1 1.2 其实说真的差异不大 对不对 就是其实刚好 这一波你看到 投信开始买 买在这边 对 你现在进去买的话 比投信买的还低 对不对 他套牢在相对最高点 跌下来投信没有认赔 还小度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因为你看到 应该怎么讲 你看到这个齐宏股价那么高 双红股价一个200多块 一个200多块 一个100多块 情况之下 说真的这变相对便宜 而且呢 为什么投信会去买 其实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 重点来了 你看到股价70元 他配4元的现金股利 殖利率高嘛 对不对 有些人喜欢殖利率的 其实我觉得 这还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比较高价的 最夸张的 应该说 现在不是最夸张 因为最高价是双红啊 高利是今年涨得很凶 但是最近在回党 那高利呢 事实上为什么要谈高利 因为阿里巴巴的 张北资料中心 里面的益潮啊 还有冷却系统供应商 就是高利 其实现在我们刚讲的 这些所谓静默市 其实在哪里用最多 中国用最多 因为中国的这些 这些那个大型伺服器里面 很多就是阿里巴巴 开始导用所谓的艺人市 而真的有这中国艺人市场的 就是这张股票高利 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事实上当然高利 你看到前一波就是嘎空嘛 我记得没错是嘎空 嘎完空之后 实际上股价是 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拉回 空单全部不见之后 大幅度拉回 可是你看到 它慢慢的也在整理 200元附近 整理到差不多一个段落 而且你看到 投信开始进来买了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我认为 其实我们刚提的是 无党股票 甚至包括台达店在内 事实上如果说真的 散热会好三年的话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建议 应该是强力买进的 太好了 好 谢谢冠青 今天帮大家更清楚的 搞清楚什么叫做气冷 什么叫做意冷 其实过去几集当中 讲了好几次了 那但是重点是 谁气冷意冷都会做 还有最夯的伺服器的题材 这些基本面提供给您 操作策略 一并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休息一下 稍后的话题 我们来谈一谈 最近有一些的基本面 在第一季公布财报 今天要全数公布了 然后也公布了 四月的营收了 哪一些最近的股价 有机会上演 有机之谈 操作就更重要了 休息一下 一谈告诉您